小琉球這件事情喔 因為這假日發生的 我本來有猶豫要不要講 但我覺得喔 不能說事情過了就當沒事了 因為小琉球人 畢竟還是有一些我的粉絲 常常到現在為止 還要關心我 我覺得人蠻好的 OK 就常常臉書粉專私訊 都有一些小琉球的好朋友 我覺得這件事情莫名其妙在於說 我們的郭智輝才剛講說 跳電不是缺電 各位你知道這件事情嗎 我們郭智輝才剛講說 跳電不是缺電 然後電價太便宜也不好 我再講一次 坦白說我覺得很丟臉 不是啊你好歹是從越董事長 你是一個產業人 你是個產業人 然後一個產業人 你應該是以民生經濟產業為主體 然後我們的經濟部長郭智輝 在被民進黨摸頭之後 竟然說出說 電 也不是便宜的就好 他說電不是便宜的就好 他說電不是便宜的就好 他說電不是便宜的比較好 對他說電不是便宜的比較好 找給你看嘛 這件事讓我很不爽 郭板昨天想聊這個的 電價不是越便宜越好 不是啊 那你以前在做公司的時候 你怎麼不這樣跟政府講 你覺得台積電聽到這句話 都作何感想 哎呀趕快把電價長起來 把電價長起來 不是啊 你在講人話嘛 對不對 不是啊 我們不是在畜生道嘛 我們要講人話嘛 來 經濟部強調價格設計 因考量節能誘因 外界關注郭智輝 對中 對房檀中對電價看法 提起電不是越便宜越好 希望在舒適的生活的同時 民眾能夠節省用點 經濟部今天澄清 郭智輝認為永續穩定的供電 同時有競爭力的電價 是經濟部的策略 他對經濟家是強調價格的設計 要考量到節能的誘因 唉少來啦 你完蛋了啦 我跟各位講啦 他做不了一年的啦 他要下台了 我坦白講 我也覺得也不需要他了啦 粉絲交友現在腦子也壞了嘛 人一濾腦就慘 反正對他現在來講 他已經不是郭智輝啦 他已經不是從業董事長啦 他只是民進黨的人而已啊 坦白說我如果是你喔 我真的有點個性喔 我不幹了 但你知道為什麼他不敢嗎 因為他覺得以後還要跟民進黨政府打交道 從業還要靠民進黨政府 保持優好的關係 所以他去了之後呢 才發現自己跳進了火坑 但是跳進火坑之後呢 他也沒有什麼節操 也沒有什麼奮 也沒有什麼掙扎 然後就隨波逐流了 你想想看喔 各位 你知道這句話最諷刺的來臨嗎 他說 希望舒適的生活 民眾可以節省用電 他的意思說電價很貴 民眾才會知道要珍惜嘛 但你知道這分兩個層是第一個 你知道用電大戶其實都是誰嗎 都是產業工業比較多 我們民生喔 其實根本用不了多少電 都是這些產業重工業 這些廠商在賺錢 這第一件事情 所以你把他怪到人民不節電喔 非常的無恥 因為未來呢 台積電還要再蓋五個廠 三個晶圓廠 兩個封測廠都在台灣 那請問一下 你要不要叫台積電節電 你要不要把電價漲起來 說叫台積電省電錢 不可能嘛 第二個啦 你知道我們現在政府 都搞電搞什麼程度嗎 以前呢 是不是路上很多路燈燈火通明 我最近常常在開車 我都發現一件事情喔 路燈全部都暗的 他們跟你講不缺電對不對 他們跟你講不缺電對不對 然後他們都偷偷的 把這些路燈的電啊 公共設施的電啊關掉 因為電不夠 他們只能去關這些其他的地方 然後來去補那邊 所以你知道很常半夜 晚上開車喔 然後全部都摸黑 有夠危險 以前有燈的地方 現在沒燈 第三件事情啊 那你如果真的是要漲電價 你就不要講人民啊 有種你去漲產業啊 你是產業出身的 那我們大家都不要漲好不好 你重月電價翻十倍就好了 讓你重月珍惜用電 你看喔 電不是越便宜越好 希望能節省用 店家太便宜 大家容易浪費電 家裡空間30瓶 兩台冷氣就夠了 約有三個房間 一個廚房 裝飾在冷氣不必要 我就講這話非常的噁心啊 第一個啦 我再講一次 用電大貨是產業界啦 再來啦 如果人家家裡經濟狀況好 他想要享受優質的品質跟生活 他憑什麼不能這樣做 如果不能這樣做 你說是因為要節電 是因為國家的因素 那代表你們 這個國家也是第三世界的國家 丟臉至極 結果你知道嗎 我們都郭智惠話音剛弱而已 台灣那個沒有跳 沒有缺電啦 跳電不是缺電 無預警大停電 丟臉死了 小琉球全島停電一個小時 游客過多檔電用電電量暴增 自動跳脫 不缺電 我們的電喔 只要用多一點就會跳脫了 然後不缺電 這有夠丟臉耶 郭智惠他剛專訪完 馬上整個小優全部停電 丟臉他不行 好耶 唉我不想看好無聊 你看喔 再對比這個新聞就更有趣了 黃仁鑫建議台灣投資更多AI超級電腦 仁鑫那你不要想了好不好 他什麼Jensen是不是 不要想了 因為台灣沒有電 你用太多超級AI電腦 台灣都會跳電 而且不是越便宜越好 郭智惠叫我們結尾用電 所以你AI廠也別蓋了 伺服器中心也別蓋了 晶圓廠也別蓋了 封測廠也別蓋了 因為我們要節約用電 可笑自己 不是啦我跟你講啦 你如果說這個產業人士 要來當到電這種樣子 你就滾回去就好了嘛 反正你現在變郭美花啦 你根本沒什麼差別啊 你就是郭美花而已啊 你該滾遠一點的啦 好不好 遇民眾不必每天都裝冷氣 對嘛你郭智惠家住哪裡 你裝幾台 你郭智惠家住哪裡裝幾台 你的工廠裝幾台 你的員工辦公室裝幾台 你公司乾脆別開了好了啦 省電啊 少你直接公司台灣電力 就可以有很多人用啦 要不要你從來要不要搜一搜 下次了 把電量拽給大家啦 好不好你先犧牲自己啊 我沒意見啊 我最近試了一個東西 真的很有用啊 所以要分享給大家 那就是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吃了兩三天 真的有明顯的感覺 最主要就是睡眠的品質變好囉 那你知道這個睡得好呢 整個人工作就可以更加的專注 當然情緒也就變得更好了 因為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我才認識了這個克菲爾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種益生菌 所組合而成的 不但是能夠維護消化道機能的正常運作 而且呢 還有多種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非常的強大 有台大教授專門研究它 把它叫做神仙的禮物 而你知道嗎 有上千篇國際研究證實 克菲爾益生菌 不僅是幫助腸道健康 腸道菌透過腸腦軸影響全身的器官 所以維持腸道菌總的平衡 這是解鎖身體健康 精神健康的鑰匙 對於幫助睡眠維持好情緒 真的是很有感 也因為這不是藥 有季節敏感 代謝困擾 關心惡性細胞風險的好朋友們 選擇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養 身體輕輕鬆鬆 沒有負擔 每日克菲爾時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請上快點購為健康下單 也記得輸入推薦碼 有何外的折扣喔 好朋友們 你也有睡眠困擾嗎 推薦您太陽星全校克菲爾醫生菌 幫助您睡得好 美麗更加分 即日起至6月30日 三入組限量送隨行果汁機一入 送完為止 更可搭配快點購618狂歡年中慶 全廠消費滿千就送百 最高回饋618元 現在買最划算 再加100元就能夠超值加購 中天文創經典商品 一起來快點購線上歡慶 享受絕佳購物經驗吧 回憶